爸爸,为什么山东河南跟咱们说话是一样的 而山西人说话却听不懂呢 那是因为咱们是同一个语系 而山西是跨语系的 只要是跨了语系你就会听不懂 哦,那不都是汉语系吗 没错,但是咱们的语言下面的子语系 有分八大语系,又叫八大方言 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我们属于大关化区 可以看到东北、河北、河南、山东、陕西 四川甚至云南都属于同一个语系 彼此说话都能听得懂 需要注意的是这张图讲的是汉语的子方言 不包括少数语言 粤语、民语、客家话、无语、干语、相语 这些属于南方的六大语系 这些都是古代中原人为了躲避战乱 移民南下,战胜了百院的原住民 把汉文化带到了这里而打下的江山 哦,这么厉害,那北方呢 北方呢,除了官话外 山西的禁语是北方唯一的语系 所以山西的方言我们是根本听不懂的 我们能听懂的也只是官话区语言 虽然官话区的各地方言也有区别 但是语言习惯、发音都是差不多的 彼此沟通呢,不存在太大问题 其实官话区局面的形成呢 是和古代的战乱分不开的 官话区是古代战乱最频繁的地区 人口流动性非常大 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文化不同程度的断层 像北方战乱波及很少的山西呢 它的传统文化就保留的非常好 不管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都保留的很好 但是呢,我们官话区也有自己的三级方言 比如说河南话,也是有很多的土语成分的 有的土语呢,在现代消失的非常快 甚至有人觉得讲土话很丢人 其实大家意识不到 这些土话呢,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生活中呢,讲的土话呢 与我们推广的普通话呢,并不起冲突 语言学家认为呢,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种语言呢,都能表达出所在民族的世界观 思维方式,以及文化历史等等 当一种语言消失后呢,与其对应的整个文明也会消失 所以说,保护这些土话呢,刻不容忍 好吧,那从明天开始,我也要学习家乡话 抖音